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担任这场比赛的主席 现在我会先介绍双方的面语 正方的主辩为 江思维同学 第一副辩 李俊健同学 第二副辩 黄乐谦同学 反方的主辩为 谭怡均同学 第一副辩 张文均同学 第二副辩 林彦熹同学 今天的比赛赛制为4-3-3-4 双方主辩的发言时间为4分钟 副辩为3分钟 结辩为4分钟 在各辩论员法定时间 结前30秒 继续中文明钟一次 在法定时间终止的时候 继续中文明钟两下 以示发言时间的结束 接着就会进入15秒的缓冲时间 缓冲时间结束的时候 会有连续三下钟声 表示立即开始扣分 每个5秒 评判会一分至上面扣5分 不足5秒 亦作5秒计算 比赛先由正方主辩发言 然后反方主辩 如此类推 在反方第二副辩训之后 就会进入台下发问的一环节 先由反方开始发问正方答辩 再由正方发问反方答辩 如此类推 台下发问的时间为1分钟 发问完结之后 台上辩论员均有一分钟的时间作准备 在台上辩论的时间作为1分钟 请注意 每位辩论员最多只可以回答一条问题 经过两人提问之后 比赛会即时进入自由辩论的环节 双方均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 先由正方开始发言 每一次只可以一位同学站立发言 当一方的时间 10月30秒的时候 就会向中一声 时间用完就会向中两声 街示辩论员必须停止发言 其一方需要排出一位辩论员 将如下的发言时间用进 自由辩论过后 将有两分钟的准备结辩时间 在法定时间终止的时候 计算完最后的明钟两下 介时先由反方结辩作结 作为正方结辩 请问双方的主辩 对赛制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先进入这个试米的环节 各辩论员将有45秒的试米时间 现在有请正方的主辩 谢谢大家 谢谢 对赛制的位置都能够 从中来到得着 多谢各位 有请反方出面 首先我仅代表南田整路中学 多谢联金 多谢各位评判 为白梦之中抽空出席 为我们这个比赛评分 多谢各位观众 希望观赏我们这场的总决赛 法梦都没想过 我可以站在联景决赛台盘上面 为大家 为大家去表现我们自己的能力 希望今天这场辩论比赛 即使成为我见到生涯一场休止乎 仍然可以发光发亮 告诉大家我做得到 告诉大家 南路中辩 永远都会博尽无悔 多谢大家 现在有请正方的第一副面 谢谢大家 前美 各位大家好 刚才由地铁站走上来 这个表面台上的时候 那条路很辛苦 但我突然想到的就是 我想起联京 由十六强开始走上来的路 更加辛苦 这道多谢的 除了是我们师弟师兄之外 还要多谢的 最忠心多谢是我们一帮队友 他们虽然每日都会很辛苦 但是他们是他们的坚持 带领我们主角 继续可以行入这个决赛 多谢各位 现在有请范芳的第一副面 嘗嘗嘗嘗嘗嘗嘗 其实女孩子通常都比较感性 所以刚刚播出一条片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三位的队员都眼熟熟 帮助人能够站在这个台板上 不管今天有多少位观众 是我很想他们来 但他们没有来到 但我也很享受这一刻 会有很多人听我说话 很多谢你们 愿意坐在那里 花一两分钟头的时间 或者作出评语 给我们多一些意见 也都很多谢 那么多位 能够愿意去热爱这个辩论 虽然今天没有很多人来看我 但我都会告诉大家 我很喜欢辩论 很喜欢辩论 多谢各位 现在有请正方的第二副面 还有各位大家好 其实不知是女孩子感性如何 其实我作为一个男孩子 其实都感性 站在一个决赛的台板上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从此有个小朋友 他喜欢的时候 已经好得到队长教练的上识 就打一场鸡杯的比赛 那个小朋友就会发觉 我整个比赛 整个礼拜 我这么久什么都不明白 但到最后一天 依然稿都未写 最后当然是队长 帮我默雪地默斑回来了 在这个时候很想感激 就是教练队长 不会因为这件事 而对我利器 反而对我的是有支持 反而对我的有培育 我希望将教练 以至这么多的队长 以至这么多的队友 在这么多年来的培育 这么多年来的支持 带给我们今年的比赛 各位 有请正方的第二部便 反方的第二部便 小麦小麦 环麗的说话我就不多说了 但我在这里很想感谢两个人 一个是我们的队员 一个是黄海玉 另一个是我们的教练 张一浩 他很支持我 被很多教练 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经验很浅 希望大家 我今天不会做到什么 大错不出来 今天好像没有亲子 都想好像你们两位 好像妈妈 一位角色的人 我想和你们说一句 不要亲自快乐 谢谢大家 示威的环节已经完结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先由正方的主便开始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趁潇智一 示威 示威 主席 评判 亚光同学 最最各位 大家好 要练在今集的变题 大家不妨追索上世纪 户籍制度的出现 这项制度的特点 就会根据地域 家庭成人的关系 将人民划分成为两种人 第一就是农民户口 第二就是非农民户口 也就是现今的城市人 就是1985年 邓小平认为 中国发展的大方针第一步 就要让一部分人先负起来 而在这项大方针的政策底下 中国长久以来 人口管制方针的制定和实施 都是以户籍制度作为标准的 就在过去三十年来 中国的发展重心 都将大部分的资源 投放在城镇的发展 例如是国企、工业、城市的基建 以至到城市人的福利等等 而往往 农民就成为了中国发展的犧牲品 演奉的结果 就是将社会上的资源和权力 倾斜在中国一部分人的手上 造成了严重的失衡 而因而暴露了很多城乡之一的矛盾 而事实上 现时城乡矛盾大可分为两方面 第一就是在资源方面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显示 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比例为3.2比1 我们在全球首位 当今天全球九成半的国家 在这项数据都少于1.6比1的时候 就触见到今天城乡的差距之大 而且今天中国的农民也未能分享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成果 再写的是 今天乡村的基建设被大大落后一般的城市 造成因为身份的不同 令到城乡居民得到的资源有变 进一步困难了今天乡村的居民成为二等市民的事实 第二就是权利方面 当今天农村人口的占全国六成的时候 反而国家投放在教育的开支 投放给他们的只得两成 而在医疗资源方面 八成都是集中在城市方面 在这比例来说 穿在海又仍然是一个合理的比例 再者是今天我们看到 中国的侵权责任法 对于城乡居民生命健康的平等规定 是有附大的条件 两者一陪众 标准不一的时候 彻底打破了城乡居民本应 同命同价的说法 就在权利和资源两方面 就可以看到城乡出现分歧 而促成了今天的矛盾 最终的一个位置 大家值得留意的是 今天辩题所说的最逼切性 在于第一 就是解决城乡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先决 如果不是的话 今天任何社会的改革 以及经济的发展都会受到拖累 这个正确就是温家宝曾经说过的说话 因为到流来 经济不断的发展 原来反而是农民 因为先天气制度不公 而得不到成果 法治反而因为 建基于在今天的互接制度底下 而不能够解决社会上的不公 当今天 中国任何的改革都需要有权利均等的时候 以及发展机会均等为基础 就可见今天其迫切性的存在 如果不是会怎样呢 今天就会日出第二个迫切性 就是城乡矛盾一旦不解决 问题只会越演越烈 基于今天的制度 正常造成了今天 城乡人民的地位不同 近期的群众性事件 例如是潮州的民变 真诚之乱都已经续一平化 根据现代化的理论 当国家的经济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发展的时候 人民就会追求更高的层次 例如是权利 而且人民的维权意识都会长之而上升 而明白到这一点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都说过 接下来的改革 要面向基层 因为当今天乡村地区的人民 挣扎不了的时候 社会动荡 就会令到今天国家发展倒退 就我见今天 现时是要立即正视成乡盲突 当今天世界人权专业第一条 就已经告诉大家 人人生而在尊严和权利上 都要一律平等 请问大家 有什么重要得过今天 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 基本的权利而争取 而努力 但请有方同学 暂待在座国伟 稍微合适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准备好请计前面 主席 评判 庄族各位 大家好 有方同学 四分钟的演词 跟我们说了 解决城乡盲突 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先决 庄族各位 但是有方同学 有没有认证过 为什么解决城乡盲突 就是社会发展的先决 今天有方同学 跟我们说 因为温家宝 都是这样说 庄族各位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的总理温家宝先生 亦都有在十二本规划 跟我们说过 解决贪腐问题 解决食物安全问题 解决环境保育问题 亦都要是非常急切的问题 亦都要即时解决 那有方同学 又如何能够论诚乡矛盲 必然是能够 凌坚果风所提出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看到 诚乡矛盲 讲的是 国家在发展过程中 由于城市人和農民 在经济和民生之上 产生差距 甚至引发起两派人的政治对立 我们可以称为 这些问题做 城乡矛盲 而急需 假意识就是说 迫切 而且重要 如果有方同学要论证最急需 就要说 在云雲急需的问题之上 如果只能够选一个问题去解决的话 有方同学选的 会是城乡矛盲 但面对着一个又一个 急需解决的问题 个个都水深火热 城乡矛盲 極其量只是其中一个 急需解决的问题 有方同学又要如何论证 城乡矛盲 必然可以凌加其他中国的问题呢 相反我方 综合局 综合众多问题的 迫切性和需要性 我们就已经能够发现 有三大问题 比起城乡矛盲更为严重 第一 贪污腐败的问题 有方同学提到 城乡矛盲的问题 来自户籍制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要解决 我们可能要改革户籍制度 但今天如果我们要改革户籍制度的问题 我们要靠地方政府的实行 事实上不单止是解决城乡矛盲 做任何的问题 做任何的政策 我们都要依赖地方政府的执行 可惜的是 地方政府的贪腐问题 由改革开放以来 就没有解决过 甚至越来越严重 现在平均每百秒 就有一种因为不满地方政府政权的社会动作 消警车 反城管打工安问题 每分月下 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者何清廉指出 中国政府放在地方政府里面的资源 有三成都被贪官贪了去 就算今天中央政府放了多少资源 去解决城乡矛盲的问题 多有心去做 资源都是被贪官贪了的时候 到底如何解决其他问题呢 第二是食物安全的问题 其实我和我都知道过 他们也有说 我们基本生活需求非常重要 今天说中国黑心食物的问题 就很公平的 无论你是城市人也好 乡村人也好 只要你是中国人 就会受到受赤人的地溝油 造成结石果果问题的 三醉清安奶粉等等的威胁 而且这些食物更加进一步流出去美国 甘州日本等地方 间接影响全球的安危 食物没有信心 那么食水呢 联合国就表示 中国有九成的地下水资源受到污染 缺水问题严重 正在各位 今天我们说 城乡矛盾一个高平性的问题 其实是再高个层次的 我们说食物和水 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我们尚且都未能够为人民确保的时候 那为什么 我们不是应该先解决这些问题 为什么这些问题 不是比城乡矛盾更为重要呢 第三 环境保育 城乡矛盾有问题 其实我方理解的 但现在问题是 全国都面临生死存亡 生存环境消失的问题 由于全球变戀 人为开狠 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受到沙漠化影响 为了开狠盾更为严重呢 今天有方同学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城乡矛盾 必然可以凌鸽到我方以上的种种问题呢 多谢各位 谢谢 反方出面的发言时间为4分05秒 没有超市会出9分 有请盛方的第一副面发言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车继续 示威 主要评判有方同学在座角 大家好 同样听见有方同学转言 4分钟的发言 其实不能发言 今天有方同学是不顾责任 为什么呢 其实今天有方同学一开始 是承认和我们说成虚矛盾 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他们和我们说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 所以就不解决了 提出各位 我今天审视辩题的时候 放着着眼点 绝对应该会必然性 那么有方同学 为什么可以单凭可行识 来打算推翻辩题呢 第二个不负责任 今天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今天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因此分不到哪些急 成虚矛盾 就不是最急需要解决了 但各位 我们知道 每一样东西 都一定要有它的先后次序 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同样了解 今天有方同学提出的 食物安全贪污问题 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到底是否最急需要在序各位 例如说 我今天天天有中文测验 英文森所测验 我今天肚饿 又要去吃饭 又要去洗澡 以右方同学的道理 是否一样东西最急事 我们是否一样东西都要一起做 右方同学 右方同学今天看的事情 是很狹窄的 今天一方听到我方论证 好急切性 他就是听到我方人用温家宝的说话 但是到底是不是 今天我方主辩清先和大家说 今天我们论证急切性 是论证它的先决条件 和时间性上的优势 今天右方同学听不到就断章取言 到底这件事 是否今天右方同学提出是合理的事 今天右方同学提出食品安全的问题 只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但我们今天看到什么 今天看到食物安全问题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些人是整毒奶粉的事件 这个世界 我们中国会有传媒监多 有法律监管的时候 今天政府做的事 其实只不过是加强监管的力度 到底急切性是否在这里 今天我方同友方的争论点 是在于今天对急切性的看法 有所偏颇 今天我方同样 刚才我说过 今天我方正立必要性 急切性是基于两大原生 第一是先后是进 邓小平先生请和大家说过 要城市发展 农村问题是最先要解决 然而我们都知道 今天城区的矛盾 是所有事的根本 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要做的 至少是给这帮农村的人 他只得了公平的待遇 他能够接受到法律的保障 这个现在 劉方堂有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呢 再说就是 今天很多农村 一些比较偏偏的地方 他们没有任何学校的时候 今天这些学生 每天都要走十几里路 走两个钟头回学 今天劉方堂看不到这些问题 就逐渐 就反对这些变体 其实我们对变回城市 今天可能隔壁就是一间学校的时候 今天为什么身处在同一大国土里面 我们今天会有这么大分歧 你有没有考虑过 再说的就是第二 我们今天说的时间性 还有各位 我们要明白到的就是 今天中国09年的 日行示威事件 有成七万宗 是和农民自身权利 福利不关而发生 例如说 珍城潮州事变 那些人 那些城市人 因为阶级观念 他们就压迫农村的人 而令到农村的人 发起大暴动 这些是不是就是 今天又本来想见到的事情 做了各位 今天说的是 能够做到维稳的时候 今天变成绝对你已经成立 多谢各位 正方第一负面的发言时间 为三分钟零六秒 没有超时 没想扣分 有请反方第一负面发言 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请大家分享介绍 示威事件 示威 示威 主席 评判 各位 大家好 今天的辩题 是一条比较性的辩题 我们必须要比较一下 成乡囊 和我方提出的三个问题 到底哪一件事更加急需 今天有方和我冤枉我方 我方不是说 成乡矛盾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不是急需的问题 而是 我方得出的结论是 当有那么多不同的问题 都是急需的时候 有方和我 你的责任是要论静 为何成乡矛盾 是最急需的问题 但有方和我偏偏没有这样做到 有方和我不敢这样做 是不是正正都知道 根本是 成乡矛盾 不能够凌鸣 我方提出的三个标准呢 我方和我提出了两个标准 第一个方面 就是先决条件 我方很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食物安全问题 不是先决条件 为什么生存下去的环境 都没有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先决条件 今天我方和我说 举数字 另一个标准是 举数字是时间性 今天我方和我都提出的 今天每百秒 就有一种騷动 是因为地方官免财 免财 同样地 如果有两分钟的时候 就会有4.5亩的土地 沙漠化 为什么这些问题 有方都不提呢 在同一个标准之下 为什么有方同学 就是急需的问题 我方的就不是呢 同时 今天有方同学 根本就是双重标准呢 各位 其实今天有方同学 就跟我们说 一个城乡的问题 其实应该是上世纪的事 其实同样地 一些贪污问题 同样都是上世纪流下来的 今天我们仍然是未解决的时候 有方同学如何端然 我方提出的问题 不是急需的呢 其次 今天方同学的定义问题 很有问题的 今天方同学说 中国人分了两种 一种就是农民 一种就是城市人 他们两者 凡是关切到一个城市和农村 就是城市矛盾的了 我方同学很不明白的是 同样地 中国里面也有官员 中国里面也有平民 为什么不可以是官民矛盾呢 还有各位 这样的二分发 对今天的变态讨论 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还有各位 一些贪污问题频频发生 市民就烧警车 武警就用胡椒蛋 这些问题 他们说要维稳 但请问 今天贪污问题 做都做不好的时候 怎样维稳呢 甚至是官员的职位 都可以买的时候 我方不明白了 管治国家的 到底是人才还是钱财呢 政策又推行不到 人才又找不到 国家又怎样发展得到呢 其实食物安全问题 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 影响着全中国的人 坊间有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吃完 原素表里面的 任何一种化学品 你就不是中国人了 这个正正反映出 中国人民对食物安全的忧虑 今天讲的是 一些黑心食品 例如大头奶粉 地溝油 蔬菜的农药 因为严重超标 冷冻的食物里面 竟然有肆颜物质 甚至说我们病了 要吃药 偏偏连药丸的胶囊 都是有毒 我方不明白的 为何这些 关乎到人最新的 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有方和东东都说了 这些不是问题了 我掌声有方同学的义父 好好跟我们 确确实实 比较下四个问题里面 为何城乡矛盾 不是城乡矛盾 是最严重 最刺激的问题了 多谢各位 反方第一负面的发言时间 为三分钟十秒 没有超线 无需扣分 以后请政方的第二负面发言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陈介绍事件 准备好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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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有意固的环子 不容为大家做一个小件 其实今天我方和友方同学都一样 希望的是中国人民能够健康生存 能够继续发展 但是今天我方和友方可能 存在着两大分歧 第一 今天有方可能 举出三个很大的问题 临临手心的问题 接着我方说的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 第二 今天有方可能认为所有问题 所有要解决的东西 都可以一步登天 我们可以看这两个分歧 今天有什么来传逐着 有什么谋误 第一 我们在说的是 有方可能举出临临手心不同的问题 但是今天在说的是 中国每一个阶段都有必需要解决的事情 为什么说呢 譬如1949年我们刚刚见过的时候 我们希望的是人民温饱 到1978年我们要的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也跟我们说 今天如果不改革的话 就是死路一条 去到2000年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 人民意识改变 所有社会的发展 都是建基于城乡矛盾的时候 连温家宝也跟我们说 城乡矛盾今天不解决 所有社会改革 国家经济发展都会严重 受拖累 这个正是阶段性的发展 所以有方跟我试试试证给我方看 第二 有方跟我说 有很多问题都可以一步登天 很多问题都可以就这样解决 今天有方跟我说 凡事牵涉着生命的 譬如说食物安全等等等等 它会影响到人家的生命 但是还有各位 今天城乡矛盾造成的问题 是不是比起有方说的听 各位 绝对不是 为什么我方这样说呢 譬如说 如果有方觉得城乡矛盾 真的不会导致问题的时候 今天我方说 导致暴动 导致骚烈 到时造成的大规模伤亡 今天有方看不见得到呢 我们可以见到中国这么多的革命 譬如梅里花革命 譬如六四革命等等等等 牵涉着的都是无数无数的生命 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他们要为自己的争取 为什么要为革命呢 因为他们希望 最基本的 都要有自己的权利 我方跟我说 就是因为他们连自己的权利 都捍卫不到 他们根源去牺牲自己的生命 各位 今天有方看不见得到呢 其实 今天有方看不见得到 他们去说贪污食物安全 但还有各位 问题是否真的那么严重 第一 第二是 如果问题真的那么严重 今天我们现在发制 是否可以做得到 先看第一件事 食物安全体贪污 食物安全我们可以见到 在2011年 我们可以见到每年可以捍到 四千九百间食物生产行业 我们见到贪污问题最高 去到死刑的 我方同学 说的是 由2009至2011年 我们可以捍到六万七千五百零 个贪污的官员 我方同学 在这个时候 有方看不见到就是 我们明白的是 有方看见到 食物安全贪污等等的问题 其实是现有法例 已经有监管 但还有各位 今天说的是 城乡矛盾造成的不公是怎么样 是制度上造成的不公平 就算我加紧我制度上的立法都好 造成的是什么 造成的只是问题会更加严重 有方同学请正视你一点 还有各位 今天有方同学希望的是 以法达议 希望的就是做到法律 可以维持公义 但基本的是 有方同学在司法 在立法的层面上面 都完全说不过去 终于上十两点 今天的面题 绝对应该成了 谢谢各位 正方第二副面的发言时间 为三分钟零五秒 无超时无需扣笔 现在有请反方的第二副面发言 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最终好请介绍智依 试咪 试咪 大家好 今天听的方好像有比较多 但事实上 他完全没有回应过我方所说的生态问题 和贪肤问题到底对不对 有方跟我论证 什么叫急切呢 他们就说 不解决问题会越演越烈 但再一个位 有什么问题不解决之后 是会无了问题呢 中国目前有三分之一土地 已经有沙漠化了 这种现象 经以蔓延到北京 令到常常有沙尘暴 容易引起呼吸道疾病 因而死的人数倍增 遲些我们可能要 天天带着防毒面罩 大家想不想象到有这样的一日呢 另一样就是贪污问题 中国经济学家 路易黄小路指出 中国各级官员一年探了6,830亿 即是中国人 中国国民生产中性 有三成都入了这班贪官袋中 另一方面 施政的资源又有三成给他们吃了 还想带来钱圆走高飞 中国商务部报告指出 至04年就有超过4000个官员 带着5500亿美元前途 造成严重的资金流失 再一个位 这样政策贪污问题一日未解决 政策难以推行 中央施政无陷 城市问题矛盾 又有没有可能解决得到呢 另一方面是食物 我们看到食物影响着民生 因为有毒的食物会影响严重威脅视为健康 中国人就会好像跌了一个死亡陷阱 食什么都可以出事 有可能看得到 经济方面 当其他国家知道中国 原来是鸡蛋、豉油、米、西瓜 什么都问有问题的事 到底还有多少信心 信口我们中国的食物呢 政治方面 有可能很多理想法 其实原来可以监管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但我们看到原来是黑心食品工厂 经常靠贵赂官员来掩饰罪行 加剧贪腐问题 造成官能冲突 更变成政治迫害 好像挺身而出 为结石保保出成出头的赵燕凯 竟然被政府封杀 要国际特赦组织协助逃离中国 到底食物安全造成这么复杂 这么旁大问题 有可能是否见不到呢 各位有可能说到很惨 我们知道他们分配的资源很少 我们要帮食香问题 一定要解决 但有可能是 原来农民惨 城市人都非常之惨 全中国的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都未能得到保障 近年蘇德红鸡蛋 三醉清安奶 坑桥油 头发市油 交多鞋恋奶 横行市场 甚至有三亿人都没有干净水饮 政府一句话要成规 就拆了民居 人的妻生之所都随时变成废墟 成都和北京都有人因为不肯遷走 而只有一个被人活生生剪死 一个在家自焚 再各位 每一天都有人因为生活基本需要得不到保障而死亡 没有生命 何来教育何来医疗呢 最后各位 我们今天要为全民国人民着想 请任芳涛放眼全国人民 多谢各位 反方第二负面的发言时间为 三分钟零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文的环节 请反方的台下发文者举手示意 事迷 事迷 现在请反方的学生代表发文 你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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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平富 继续继续 大家好 今天帮我和我们说 中国发展的先决条件 就是要解决城乡茫团问题 要人人平等 那我们正方的楼车 今天城乡茫团解决了 是不是就等于 城乡安全问题可以解决 环境汇染问题可以解决 官员贪污的问题 都可以解决到呢 多谢各位 政方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现在可以的时间 зов下距离 楼车 清洁 白墙 横 谢谢观看 有请正方排座位代表回答问题 有一分钟的时间 最后请你先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分装问我 为什么所有东西的先决条件都要解决中国的承黑矛盾 有分装问我 无论在人权 无论在经济 无论在法治方面 我们今天讲的都要先解决承黑矛盾 其实今天有分装 不要看有分装的三大问题 好像很多 今天有分装说来说他们的贪污 说食品安全 说的是其实现在在司法上做得不够好 今天我方说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承乡矛盾造成的问题 不是司法上做的问题那么简单 是立法上 我们见到人与人之间的权利 根本不平等的时候 今天有分装看不见得到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见到其实现在法制有保障 有见到贪污问题 有见到食品安全问题 两者同样会有刑罚 但我们见到承黑矛盾是怎样呢 见到承黑矛盾是本身制度上面都会造成不公 我有一方同学 我们可以见到责任侵权化 两者同样会受到伤害 两者的生命受到危害的时候 城市人得到的赔偿 竟然会比起乡村人多 我想问有方同学 你要解决这么多食物安全 那么多贪污问题 多谢各位 请正方的投入发问者举手示意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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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正方的学生代表发问 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我设计是否至于 此次评判正中的学生代表发问者举手 城乡麻烦的急切性在于城乡麻烦和所有问题 包括保育 包括贪污 包括食品安全的根本 有方同学贪污 省内的钱不放在乡村 食品安全有什么救风 正在帮城市人 不帮乡村人 做保育的时候 正在城市做 不在乡村做 按照有方同学所说 三个问题如此严重 今天眼见城乡问题正正令到有方同学所说 三个问题越演越烈的时候 简单问题一条 眼见顺畅的情况有可能觉得何者比较逼迟 多谢各位 反方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开始计算 感谢观看 请反方派出位置代表回答 提示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的全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不难发现 有凤凰的逻辑非常奇怪 他说承判矛盾必然不等于全中国的问题 大家可能不明白 我这个位置大家就明白了 前陌生美发生了一件事 说是官员把一百岁的婆婆埋葬了之后 要她的七十岁儿子给四万元的脸状费 显然是过高 于是激起过万人上街冲突 包围政府推警车 销警车 这些问题请问关城 还有矛盾有什么事呢 还是当中是贪污成风的问题呢 今天对于我方提出的三个问题 有方通通都不回应 三个问题有方完全不回应 我方不明白的是 难道有方不需要住吗 原来每个人都需要住 需要吃 需要睡 每个东西都要做的时候 为什么今天一方面跟我说 要可谓市民的利益的时候 偏偏一些贪污问题 有方法可以重用的呢 其次的是 今天有方法因果问题 其实是搞不清楚的 为什么等于我方法议的 我方法议都问的 再多谢各位 现在进行第二次的 和我发议樊战 请反复的和我发议者 举手事件 请反方的学生代表发问 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樊战 介绍事件 主席 评伴 还有各位 大家好 我方都明白平等性的价值 正如我方都知道 乘客矛盾是要解决 你生存不到 没有生存空间 谈何平等呢 今天根据美国心理学家 马之内都和我们说过 人最基本的需要 最底层 就是要有生存环境 有安全性 今天无论是整个中国 无论是城市人 或者是农民 都受着影响 九成的地下水受污染 国家沙漠化 几乎考虑要千刀 今天有方和我们 还凭什么和我们说 这些是能能手心的问题 而城市矛盾的急切性 是凌隔于这些所有的问题 今天说 连生存空间都没有 影响到整个中国 最基本生活的时候 谈何发展呢 多谢各位 反方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一开始计时 谢谢大家 有请反方派出位代表回答问题 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最高兴契红契 很感激的是今天有方同学去到台南发问 终于承认今天平等性的需要 但是今天有方同学的问题 就是问今天人命重要一点 还是他们应有的公平性重要一点 各位我们要明白的是 今天有方同学认同人命是重要的 但是对比特山全权的话 今天有方同学认为人命重要一点 但是今天有方同学认为农村事件是怎样呢 今天农村因为承乡矛盾引起的暴动 拿了多少人命 今天有方同学认为人命 今天有方同学认为人命 就是说食品安全引致人命的时候 是没有错认 今天食品安全是会导致人命 但是今天因为承乡矛盾引起的暴动 引致人命的损失 今天有方同学这个点都比你食物安全的 人民损失的时候 今天有方同学认证的逻辑 是否就是说 人命重要一点就等于最急切 今天暴动引致人命很多损失之后 是否对于解决成开矛盾就最急切呢 再来就是今天有方同学有没有留意到 我方的一部 我方的主讲 大家有说过 六四事件这些 六四啊 六四事件这些是反映什么 反映人民 其实他们都有他们的这个送 都是数据的事件 谢谢各位 现在有请反方的台下法文者 一句首诗 是米,是米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最高兴计情事宜 其实今天有方同学很注重的一件事 就是生命权 生存权 我看到如果现在只有生存权 但是没有人权 大家生而不平等的话 我们回看历史 最终造成的是六四事件 暴动等等的事件 我看到人命伤亡更为严重 今天有方同学台下发明的时候 和我们说生命是很重要的 我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是否承认当国民 未能得到平等的权利 会导致更大的伤亡 例如我们看到六四事件 人们是愿意用他的生命 来换取更大的平等 有方同不同意 多谢各位 广方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我开始计算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有方同学台下发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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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今天看到 反对地方政府贪污腐败的人 他们同样愿意选择用自己的人命 去换取政府不要再贪污腐败 最终各位 我们再留下一层看的就是 史上的人民尚且有权选择 但今天说的食物安全环境 影响的问题是没得选择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承受到 食物安全环境问题的恶果 有方同学说要比较数字 跟我们说食物安全 没有那么多人命商务 今天我们看到三醉清安奶粉 几十个结石宝宝的问题 有方同学说是否看到 今天我们说环境问题三个分 谢谢各位 现在是自由辩论的时间 双方均有五分钟发言 先由正方开始发言 还有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说生存权力是最重要 今天有方同学说 乘乡矛盾会导致人身安全的问题 用有方同学的逻辑 这件事是否中国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有方同学 今天我们看到食物安全环境问题 影视贪污的问题 都会造成人命商贸的问题 有方同学你要论证给我看 为什么乘乡矛盾 可以凌鸣到我方所说以上的问题 好了 最后各位 今天有方同学已经完全承认了 乘乡矛盾会导致生命上安全的问题 会然之 其实生命安全 对于今天是否最急 所以已经不是一个重点 今天我方说的是 乘乡矛盾是这么多东西的先决条件 今天有方同学请回应给我看 如果今天要解决贪污问题 目的是什么 今天有方同学呢 今天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生存权 他说不过了 其实都承认 其实这些问题 我方提出三个问题 都是影响生存权 之后有方同学就说 先决条件 我方不明白的是 今天你解决了乘乡矛盾 等不等于可以解决其他问题 有方同学 哪个退 哪个现在解决不了 是有方同学自己说 生存权是一个行为标准 我有方同学说 乘乡矛盾会影响生存权 今天有方同学不回应 我问有方同学第二次 现在贪污的问题 有方同学要解决目的是什么 有方同学你回答我 食物城乡矛盾影响生存权 食物安全同样影响生存权 环境问题同样影响生存权 贪腐问题同样影响生存权 那到底哪一个 才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问有方同学第三次 解决贪污的原因是什么 有方同学 我们因为政府不解决贪腐的问题 政策如何推行 如何可以做到解决城乡矛盾 好了 今天有方同学都觉得 资源应该落得有需要的人身上 但城乡矛盾就是成私人 和乡人本身得到的资源完全不同 今天有方同学解决贪污问题 但资源仍然落到城市人身上 今天贪污的先决条件 是不是要解决城市人和乡人 两者不平等的情况 我们看到的是 今天无论我方提出的三个问题 影响的是全中国的人民 今天方同学纯粹跟我们说 可能农村的人很惨 我方都认同 今天方同学跟我们说 一个城乡矛盾引起很多的暴动 但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城乡矛盾引起暴动的同时 为什么我方提出的三个问题 不会引起暴动呢 那么多的问题都会同时存在 请一方同学论 为什么城乡矛盾引起来 是最急需的问题 首先 有方同学今天身权的标准 跟我们说不过去 就跟我们说食品问题 但我今天看到的是 城乡矛盾 是一切问题的根本 今天当我们看到 如果有食品问题的时候 原来医疗保障 只是保障城市人的时候 今天我想问 乡村人的人民 得不得到保障呢 你们所有问题的问题 能不能得到解决呢 我今天呢 企图用了什么逻辑呢 他跟我们说城乡问题 等于所有中国的问题 是所有中国问题的主因 有方同学想问你 那为什么 沙漠化的主因 是不是城乡矛盾 好了 好了 问题讲不过去 现在讲沙漠化 我就跟你讲下去 今天如果沙漠化问题的时候 就是因为城市人 得到有优先的权利 那他们就不需要迁册 而且农村人就要先迁册 这些是否就是 常用矛盾达理的问题呢 有方同学 你先不要无限上干 北京都算是一个城市 那请问 为什么它会因为三国法 而要迁册 今天有方同学 北京有没有农村 有方同学 原来基本的常识 都分不清楚的时候 我方真的觉得很无奈 今天有方同学 只是无限上干的时候 我方不明白 今天我方看的 是全中国十三亿的人口 有方同学跟我讲的 是一个乡村的问题 今天我方都承认的是 一个急需的问题 但请问 你论证明 为什么同样 都是极其量 都是打个和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是最急需的问题 原来呢 讲到尾 今天有方同学完全明白 今天北京的状况是什么 今天分别在于哪里呢 就是今天户籍质量的出现 令到户籍有农民户口 和有非农民户口 今天我讲的不是问你 北京是否真的有没有田 但反而更着重的是 今天北京 有没有农民户口的人存在 而且有 如果有的话 今天有方同学所讲的 不是已经成立了吗 已经有问题 有方同学 先回来 今天我们讲的 城乡矛盾 可否凌隔我方所讲的三个问题 我现在很简单地问你 现在我们中国 贪污腐败的问题 沙漠化的问题 食物安全 没有干净食水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主因 是否通通都是城乡矛盾 那我方同学 再问多你一次 今天北京到底有没有农村 有方同学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问题 今天有方同学一直回避问题 今天我方同学说 贪污问题 用回城市 今天有方同学不理 今天有方同学说 我今天跟你说食物问题 今天有方同学看不到 原来农村也可能有食物问题 今天有方同学看不到 今天有方同学 今天有法律监管的时候 有方同学这些全部不理 好 我再问多一次 今天有方同学 沙漠化不经 到底有没有农村 有方同学 我们今天说的是 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食物问题 可以监管 最终各位 如果连监管的人 都是贪装枉法 都是贪装枉法 地方官的时候 到底要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有方同学都明白到 法律性 明白到要捍卫 明白到要保障 这么多的人 我想问有方同学 在立法层面上 我两者都不平等了 我最后就需要食物安全 我查到你有问题 谁知道原来乡村人受害 最后那个人 会完全什么问题 都不会出现的时候 今天有方同学 如何论证呢 今天食物安全问题 是否只是农村人受害 好了 今天有方同学 都是回答我的问题 我问有方同学 第二次 今天讲的问题就是 现在城乡矛盾 这个问题 譬如我们看到 食物安全 最后真的会有受害的时候 最后城市人得到的赔偿 得到的赔偿 会比乡村人多那么多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先决问题 再讲 今天有方同学 我担心的是 司法上的问题 但是今天立法上的层面 两者不平等的情况 今天有方同学 如何解决 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他的问题 城乡矛盾要立法 所以就是最急需解决 而我方的问题 只要监管就可以了 是司法的问题 所以就没那么严重 最后各位 有方同学的立场 有方同学的标准 是否就是 因为要立法 所以城乡矛盾 就是最急需解决 说到没有 今天有方同学真的不明白 今天是中国现况 大家要明白 因为有户籍制度的出现 所以今天的法例 是依照着 今天的户籍制度 而去编排 无言之 今天一旦 要改变它的法制 首先 首要条件 是要改变户籍制度 也就是要改变 今天二元等制的 经济条件 经济模式 那请问 就算你跟我说 这个是户籍制度的问题 那我方想问你 这个户籍问题 等不等于 所有问题的主因 其实今天我方说了很多次 不是说所有问题的主因 是你要解决贪污问题 你最基本的是 因为你知道 贪污的资源 要落到有需要的人身上 我想问有方同学 当然贪污的资源 也不是落到有需要的人身上 现在你不解决平等问题 贪污多了资源 有什么用 有方同学 我不明白 什么叫贪污的资源 落到有需要的人身上 贪污的资源 就是地方官拿到那些钱 然后潜土 有方同学 再问你 贪污问题的主因 是不是城乡矛盾 有方同学 其实有方同学 也知道贪污得到的 有方同学 也不希望那些钱 落到贪官身上 今天我方问有方同学 就是钱不落在贪官身上 有方同学 想落在哪个人身上 贪污问题不是我们鼓吹贪污这个文化 然后要把贪污的钱 放在哪个人身上 有方同学 你回答多我 正面回答 贪污问题这么严重 城乡矛盾 是不是他的主因 有方同学 我从来没有说 我要鼓吹贪污的风气 我只是说 在解决贪污之前 我要令到的是 两者之间的人平等 要不然我解决贪污问题之后 我收回来的资源 全部都是给了城市 有方同学 是否最希望见到这个现象 有方同学 我们今天根据资料 有三成中央政府 放在地方政府的资源 是被贪官贪了的 今天有方同学 如果要解决城乡矛盾的问题 要落实一个政策 那如果今天贪污枉法的问题 依然存在如何有效呢 有方同学 根据资料是什么资料 有方同学 完全没有说过 再说的是 今天现在贪污问题 落出来的资源 全部都是给城市人 乡村人依然没有受害的时候 我今天要先决解决的 是不是我要解决城乡矛盾 我明白贪污是急需 但是不是最急需 有方同学 今天资料是复旦大学 经济学学者何青年指出的 就是说 中央政府放在地方政府的资源 就会有三成 就会落到贪官手中 甚至就会拿着钱潜逃 有方同学 你要资源用得其所 不解决贪污问题 如何做到 有方同学 要资源用得其所 目的是什么 有方同学 今天我们讲哪一个问题 能够凌价哪一个问题 你先回答我 为什么承乡矛盾是所有问题的主因 今天有方同学 贪污的钱到底放在哪 有方同学 不是贪官自己拿去潜逃 有方同学 我都明白 原来那些钱落去贪官 今天有方同学 我方同学 有方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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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 现在的钱 只是落去承治人身上 现在为什么 我要解决城坎矛盾 不是先决 有方同学 不要再混流视听 是先决 不是主因 其实有方同学 一开始主辩 跟我们讲了两个标准 一个是时间性 一个是先决条件 现在有方的时间性 已经不敢再说了 再下去了 这个是先决条件 今天我方问你的 就是贪污的问题 其实你今天贪污 依然存在的时候 我方不明白的 有方同学 一句监管 是否等于贪污不再出现 好了 时间性 是不是我帮我说了 我方说 现在承乞矛盾 会导致很多动荡 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再说的是 今天有方同学 完全不跟我方回应 现在贪污的问题 糾线了很久了 其实大家要知道的就是 这个贪污问题 如果我最后解决了 我先决不去解决 两世之间不平等的情况 这个问题 怎样都会无用 其实有方同学 很直线推论 为什么暴动 必然是因为城乡矛盾呢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贪污问题呢 为什么不可以 人安全的问题呢 有方同学一句 一定会有暴动 我方不明白 再说一步 原来我方提出的三个问题 同样会有暴动 有方同学提出的问题 同样会有暴动 我方不明白 为什么是最急事的问题 今天方同学你作为正方 应该好好解释这个字眼 反方的发言时间已用尽 请正方 派出会面前 将如下的时间用尽 还有个位 今天生存的权力 是有方同学的标准 今天我方同学说 有死人就等于最急事 再说的就是 今天有方同学要明白 糾纏了全场 贪污问题等等等等 所有的先决条件 都要先解决成家矛盾 谢谢各位 现在双方有两分钟的准备结缘时间 准备时间结束 这次是中国最急事解决的问题 但今天有方同学 她如何论性呢 她跟我们说 乞虾矛盾影响的是中国人 中国人里面有城市人 有乡村人 所以乞虾矛盾就是最急事解决的问题 那跟我们说的 变题说 中国人的问题是最急事解决的问题 又有什么分别呢 最终各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 在网络上风传的 叫做中国人幸福的一天 今天不妨为大家分享一下 今早新闻的中国人 起床的时候 用痣癌的牙膏擦一擦牙 再吃一个用苏丹红鸡 再吃一只苏丹红鸡蛋 再吃一条用漂白粉造成的油条 然后喝一杯因为水污染而充满化学物质的水 最后下去看看旁边的沙漠 因为沙漠化而变成的沙漠 原来那边地方政府 因为贪污腐败发生暴动 一起过去烧警车 推荐警车 打公安 返食馆 最终各位 这些问题其实在我们中国 不是陌生 不是陌生的问题 不是小建议问题 但今天有风同学 不断对城乞矛盾作出渴染 不断对城乞矛盾的问题 就是引致以上问题 最终各位 这个逻辑是否合理 我们是否忘记了中国一直存在的问题 根深蒂固的贪污 城民安全 生态危机等等的问题 其实今天 这条最急需的变题 不妨我们要讲的 都是衡量标准 今天我跟我们主一二辩 就跟我们说 先决条件下的标准 因为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就发展不了中国 城乡矛盾的问题 是所有问题 但有方在自由辩论 不断追问有方同学 为什么有方同学 你不敢跟我们说 既然城乡矛盾的问题 是所有问题 那为什么三学法的问题 贪污的问题 食物安全的问题 有方同学 不敢跟我们说 这些问题的主因 是城乡矛盾呢 最终各位 今天为中国众多的问题 排完次序 然后我们就说 要将大部分资源 放进去 解决城乡矛盾 到最后 其他问题依然存在 人类人民的 基本生活需求 而因而危害的时候 有方同学 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第二 有方同学 不断淡化我方的论点 他不断说我方的问题 其实是一些很小移方的问题 首先他跟我们说 城乡矛盾造成暴动 我方的问题 究竟多人命的伤亡 最终各位 我们说的是一个数字的游戏 今天我们食物安全 组成数以十万计的 结石宝宝 有方同学 是不是已经遗忘了呢 今天我们在说 致岩的地溝油 致岩的苏丹 虹丹 其实曾经一度来过香港 但是我们香港的人民 都极度恐慌 有方同学 又是否遗忘了呢 这些恐慌 难道有方同学 认为我们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吗 最终各位 今天在说贪官 有方同学说 城乡矛盾造成暴动 人命伤亡很高 但是今天看到贪官腐败 人命伤亡都是一样 今天在说散尾的一个婆婆 已经百多岁了 要入土淪安的时候 竟然就是因为地方官员 说要收取四万元的链状费 家人比不起 硬把这条丝画出来 然后拿去火化 最终各位这些问题 不是说死了多少个人去计算 而我们计算的是 到底为何中国可以有这样的事件 无论是我方也好 十二建规划也好 有方同学提到的分种理也好 我们不会说在列明有一个问题 是整个国家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而是排第一位 因为这是一个态度上的错误 最终各位 会不会见到香港的施政报告 和我们说 只是一个问题 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而其他问题 就不断淡化 或是可以其后才做呢 为何我们今天要排斥序呢 今天我们和我整场都论证不到 为何成功矛盾的问题 是可以凌隔我方的问题的时候 为何我们要这样做呢 多谢各位 谢谢 反方结片的发言时间 为四分钟零零五秒 无超时迷水扣分 最后有请正方的结片座见 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继续致音 谢谢大家 试米试米 主席 评判有吗 随在各位大家好 在见面这个环节 大家不妨轻松一点点 想象一下 假如自己是人来自农村出生 究竟在随各位的遭遇 会变成什么呢 生活条件不及承受 我们真的不再说 适应了 那就算是过得去 但是希望教育足以令到在座各位 能够入到大学 应该是一个幻想 因为试米 学费的昂贵 只是基于今天 城乡的矛盾 城乡人的差异 城乡人的不同 大学的入学率 原来都不同的时候 究竟今天在座各位 你们想向上流转的机会 存不存在呢 好了 有方同学所说 食品有问题 当牙膏出现问题 水污染有问题 蛋有问题的时候 原来今天的医疗保障 只是保障城市人 原来到头来 你就没有保障 到头来 原来受苦那个 仍然都是你 受害那个 原来都是农村人 也就是在座各位 好了 讲不过去了 有方同学 跟着呢 就跟我们讲 贪污问题 但上次各位 你要想清楚的就是 究竟今天有方同学所说的 贪污问题 如何回答到 以至到 究竟我们回答到的最终目的 又是些什么呢 好了 去自由辩论的时候 有方同学回答了 开始就告诉大家 原来都希望 一些资源能够 放回去 给普罗市民 问题来了 当我们看到 户籍制度的出现 令到今天的资源 只是傾成了 在今天 城市人的时候 到头来 贪污原的钱 执法 严谨了 发现到了 拿回所有的钱的时候 这些资源 能不能够投放在农民呢 最后再在各位 又能不能够得益到 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 分享到今天 社会发展的成果呢 好了 讲到环境了 基于今天 要让一部分人 支付起来的关系 城市人又有特权了 因为到头来 要发展的 就一定要 产权独尊 而不是放弃城市人 回言之 今天土地出现问题的时候 原来首要第一样 要剷除的呢 就是农民的地权 市民 这些 是不是在在各位 希望见到 或者希望自己 将来 或者全世界的时候 都能够见到的见像呢 显然不是 好了 当今天在在各位 大学入不了了 唯有一生加田 又或者 不要紧要 还有希望 就是入省打工 原来都头来 今天的工资 都是要被城市人 城市人的工资得六成的时候 究竟这些 又是不是我们所说的 向上流主 是不是我们 农民真真正正 想做到的事呢 说到这里 我真的不敢想象下去 而更加奉执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是以农立国 都带到头来 农民 仍然在今天 中国社会里面 成为以冷公民 究竟 这些 是不是一个合理的现象 究竟这些 是不是我们 就有根本性 来解决 户籍制度 就能够解决到 在这个位置 我会答你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解决 户籍制度一旦改变 政策 和今天的法治 就会医治着 今天的户籍制度 而去修改 而且 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政策 都不会只偏颇城市人 而农民 都因而得到权利 这些 就是今天 我们中国要成为强国的时候 第一样 需要有的事情 第一样 就是要确保的 就是每一个人 都要有权利的光等 和发展机会的光等 在这个位置 中国每一个市民 要得到这些什么 就是我刚才想说的 两个要点 大家不妨可以参测历史 中国 是有发展的阶段 在60年代的时候 人民可能只求温饱 到了80年代 人们就希望现代化 究竟今天 经济发展完了 在这个位置 所谓的农民 所有的人民要追求的 在一个更高层次的时候 为什么今天有方同学 不给所有的农民呢 我希望的是今天有方同学 以至于在在个位 得到的不是 我们要先决解决 这些城市的矛盾 但更加重要的是 我都希望在在个位 能够伸出来的援手 去帮助这帮农民 令到他们在黑暗之中 仍然发现曙光 令他们不再害怕 令他们不至于 输在气候线之上 胜利只是属于 可能我们双方 但相信是在个位 得到的东西 所有人都可以拿得走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正康的见面发言时间为4分07秒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冠军战的赛事已经完结 现在将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事件 谢谢大家